大家好,歡迎來到三十天的娛樂小奶媽 今天因為我有工作,所以今天是錄播 非常在街上吵雜聲,影響大家的心情 我不正確,所以就預早錄播 希望大家也體諒 今天第一單要講的就是恭喜佳英哥 恭喜佳英哥是什麼呢? 話說佳英哥最近就得到香港第二屆紫荊花國際電影獎的終身成就獎 這個獎為什麼不頒頒給佳英哥呢? 因為他們認為佳英哥以優秀的演技和獨特的演出風格 就贏到觀眾的喜愛 成為香港電影世界的代表性人物 而事實上大家都知道佳英哥在電影、粵劇方面 都有很多出色的貢獻 所以這個獎頒給佳英哥又真的挺開心的 其實最開心的不是佳英哥 那是汪阿姐 因為汪阿姐很努力的分享佳英哥 拿這個終身成就獎的訊息 我自己覺得很多香港的 怎麼說呢? 這班獎勵其實都欠阿姐一個獎 如果說終身成就 阿姐的終身成就 就更加所向媲靡 另外今天第二宗要說的 我也覺得值得可喜可賀 就是張學友的演唱會 決定加開八場 接下來11月8日就會公開發售 之前買不到票的朋友 現在飛雲機會來了 那就記住 就是用你的方法 其實之前小喇叭都說過的 就是買票的時候 你就不要再用AI了 因為AI幫不到你 因為它是有很多問題要問大家的 如果你真的人手入的時候 就會順利一點 但如果你用AI的方式去奪得這個機會 某程度上都未必如你所願 這件事大家就要留意 記住不要用AI的方式去奪得 死定了 還有它加了八場 一直開到一月 就是由12月 橫跨整個12月 12月裡面不是每天都有表演的 它都是做一下停一下 你也知道它都是老人家 很劈心 做一下停一下 整個12月的檔期 去到1月的頭 1月1、3、4 這樣 票價一樣 都是最便宜5800 我看到朋友最便宜5800 都要買到36行 我也是說一句 買到其實很厲害 真的買到很厲害 因為很多人 連打電話打得通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都祝願這麼多位想聽學友演唱會的朋友 都如你所願 還有記住不要幫助黃牛 為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幫助了黃牛的話 就會造就了現在香港這個黃牛生態 不能姑息 你看現在MIRROR的粉絲見面會 那些黃牛死了 現在五個鎚也有票買了 你說是不是它該死 嘩 還有看到黑洞表 真的剩下三成左右 你是有得買的 都是黑洞演唱會 我自己覺得 有時候用行動情界的壞蛋 是大快人心的 我對於現在他們的粉絲活動 有剩這麼多票 我覺得是黃牛的苦果 那些粉絲繼續不要光顧 那就對了 是啊 因為你幫助了之後 那些黃牛就會繼續去剝奪 那些粉絲見偶像的機會 還有記住 那些黃牛的錢 不是落些偶像的袋子 是落些黃牛黨的袋子 你想想你的偶像這麼辛苦 做這麼多事情 其實就是為了哄你開心 誰知道就有些PK 就在那裡狗狗陣 所以 記住 不要幫賊黃牛 就是這麼簡單 好 嗯 那好吧 下一單我們就不講一些開心事 講一些 即是有些離世的消息 那就是 小時候有沒有看過這個老友記 Friends 嗯 有 是的 它裡面有六個主角 其中一個就是 在28號 就在家裡 很離奇的 那個死法 是在洛杉磯家裡 浴缸那裡 浸死 那很奇怪 那正常你不會在浴缸那裡浸死 除非你自殺那些 那但是 它就是 調查的方向就是 就是說 可能就是跟毒品 酒精有關 那樣 那但是現場那些警員就沒有發現有任何的藥物 那所以 那死因 都沒有確定的 那 那 但是這個的其中一位主角呢 過身這個就叫 Mathiel Perry 那原來他呢 就曾經 說過 說他呢 很小 14歲的時候呢 就已經有淤酒的問題了 那到21歲的時候呢 甚至乎達到失控的程度 那因為他飾演這個France 就是這套劇 令到他爆紅 令到非常之紅 全世界都看了這套 那他更加 就是紅了之後就更加大壓力 還有更加呢 是靠酒精 毒品 來到 舒緩他的壓力 那其實這個方法是錯的 大家不要學了 那他呢 就說呢 就是他拍這個季節三的老友記 France 季節三的時候呢 他呢 每天呢 是吃55片的麻醉性的止痛藥 去麻醉自己的 那還有呢 他呢 在19年的時候呢 都曾經呢 試過過量 使用鴉片類的藥物 導致他的結腸破裂 就是 都差不多死了 他的醫生呢 就曾經說過他 他只有2%的存活率而已 那而且呢 搶救的過程裡面呢 就不斷跟他做一些心外壓的 不斷推他 搞到呢 他呢 斷了8條的肋骨 那他也都曾經呢 接受過15次的戒毒治療 和12次的手術 也都參加過6千次的 說6千次的戒酒活動 那用了成7千萬的港幣 去戒掉他這些人 不過他最後也是不成功 很明顯的嘛 所以 這麼早就離開了那些奶 喂喂喂喂喂 Sorry了 不好意思 真的有時候這個世界呢 喂 有時候這個世界就是 你以為他在家 靜靜地做節目 想不到 可能有一些小狗 阻礙你 這些事情 不是我能夠 處理到的 是的 那我原本有另一宗新聞想說 但現在我已經忘記了 你繼續說吧 哈哈哈哈 是啊 我繼續說就是 其實這個Friends 我想說 家裡這麼多小朋友 真的心血少 不是開玩笑 繼續吧 嗯嗯嗯嗯 其實這個Friends 過了身的 這個Matthew Perry 他最紅的時候 也跟Julia Roberts 拍過拖 也跟Cameron Dias 是約會過的 就是金美倫戴雅斯 是約會過的 就是跟那些一線的女性 都是約會過的 那還有呢 其實這套劇 他們六個人是非常之友善的 那說呢 原來他們 就是 本身他們也有六個人 裡面也有主線的 就是有女主角和男主角的嘛 那他們自從第一季 就是推出了之後 那第二季開始 那個劇情就轉移了 在兩個主角身上 那主角其中一個就是 Brad Pitt的前妻 Jennifer 那他們也都因為這套劇 是成了名的嘛 那轉線去了這兩個人 本身他們 就是紅了之後 那個片酬 原來是 是約勝的 這兩個主角 那變成片酬 是比其他四個人高 然後呢 其中一個叫做 好像叫做David 也看清楚 那 就說David 對 David 就是其中一個男主角 就說不行 我們六個人都是主角來的 就是不可以 就是因為主線去了我們 所以我們給他們高人工 高一等 那所以他主動去爭取 要六個人跟他一樣高人工 那最後是成功了 所以他們六個人是很朋友 沒有說誰比較紅 那就是妒忌誰沒有這些 那都是很好 那剛才呢 就是你講到那個演員 就是他的腸 曾經因為吃一些很高劑量的指動藥 就穿了個洞 其實我們香港有一位粵劇演員 藍鳳姐姐 那他其實在 早兩年 他都曾經經歷過一次 類似的生死關頭 那其實那時候 他本來 那天 出事那天 本來還要在高山劇場上演出的 但是因為 就是你知道演員一做這些粵劇演出的時候 他們就算不舒服 都不會去看醫生 他那次為什麼會無緣無故 戲都不演 就要入急症呢 就是因為他突然肚子很痛 痛到他受不了 於是就立刻入醫院 那入到醫院之後 那醫生就說 喂 應該這樣說 他其實入到醫院的時候 他情況已經有昏迷 那當時呢 那醫生幫他檢查就發現 原來是他的腸穿了個洞 那當時 他的腹部已經是出現潰爛的情況 其實那次他如果 進不去醫院 他應該現在已經死了 那結果 醫生幫他做手術 補回那個穿了洞的位置 然後呢 就把污染了那些內臟 就是發炎的內臟 拿出來清洗 那跟著 在ICU 住了差不多 整個月 那 不不不 ICU住了整個禮拜 然後在醫院呢 就 睡了整個幾月 才出得完 醫生當時 醫生當時說他的腸穿窿的原因 可能跟他喝水少有關 大家都知道 做粵劇的那些演員 你一上妝之後 你穿了衣服上去身 是很不方便 如果喝了水 你要去廁所 於是乎呢 其實很多預企議員 都有這樣的情況 那現在 南風姐姐 她就是這樣的情況下 那就 差點沒有命 那次她康復之後 其實她都已經 沒有再去做任何演出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她自己 她自己知道 即是那次 即是那次 入院之後 她每一天都是 賺回來 因為她那次 真是很 很危急 那 即是她 她自己 當時 也有想過 會不會 因為這樣 她要告別舞台 因為他們 家裡很多人 很多人都是在戲行那裏做 那現在 她自己 即是都是換票形式 這樣 在這個粵劇那裏 很空 即是很空 才接一下工作 那 不過 即是她自己 雖然 現在就做不到粵劇 但最近 其實 即是有套 有套 劇 叫做雷雨 那就是粵劇大老官 一起做 那 現在這套劇 其實我也想看 因為我自己覺得 粵劇演員他們 那個變化 比 電視劇的演員 就更加 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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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呢 進取 願意去 去轉變自己的 環境 去適應現在的市場 但我自己會這樣看 其實現在 粵劇那個戲行 都還很好看 因為還有很多生力軍加入 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 頗值得 驕傲 是的 好 下一單 我就想說一下 最近 就有個出土文物 就是 羅家良 想去 吊雲飯局的一條片 就說 原來跟郭富城 有得比較 哪有得比較 兩個 原來 他們兩個只差兩歲 所以 郭富城 剛剛生日 58歲 那 羅家良 就60歲 他就說 原來他跟郭富城 去同一個地方 做健身 為什麼 同一個地方做健身 但是差那麼遠 只是差兩年 已經差那麼遠 那 他就說 他就爆了 就說 郭富城 很佩服他 因為他說每次見到他 在健身房 原來他很勤力 很早就到了 就是每次見到他 都已經做了很久 在那裡 他說 一定要做到 雙手 在腰上 然後撕一撕 要一點脂肪 都沒有 摸不到肉 這樣才叫做標準 就是要練到沒有脂肪 那條腰 他就說他就佩服他 他就做不到 這樣 但是其實 如果健康一點生活 他有個健康生活 可能也好很多 因為我那次見到他真的 煙薄煙的 吃很多煙的 真的 那郭富城 我想他就健康很多 又要照顧兒子 還有最近 郭富城生日 我見到一條新聞 就說小美 就什麼西斯極肯 又說小美那些 帖子 就當方緣是隱形人 就是說那個生日會 完全 那些照片放沈家衛 放豆豆 都不放方緣一家人 上他的帖子 但是我又覺得 小美是經理人 那他的身份 就是處理公司的事務 公關形象的事務 就是我覺得 他不Post 成省的私人生活的照片 就是家人的照片 我就覺得很合理 你覺得呢 喏 大家都知道 郭富城出道 不久 他的經理人就是小美 過去這麼久以來 小美和郭富城的關係 就好像兩子弟一樣 小美是對郭富城 照顧得 無味不治 甚至乎 郭富城 他在演藝界的發展 小美也是一個 不能少的軍師 我也說過 之前郭富城在音樂的路線上 其實去到一個樽頸位 那當時小美就幫郭富城 去傾拍戲 結果你會看到郭富城 在電影那方面的生涯規劃 做得非常之好 他拿影帝 他的演出一部接一部 他做電影的角色賺的錢 分分鐘更多於他唱歌 這個設計 我覺得絕對是小美的功勞 當然郭富城的付出 都是他自己的值得 為什麼呢 大家要留意 郭富城 當然他本身天生一個寶寶 都是幫到他 但是不是寶寶的面子 就大了 你都要自己自律去保持育 郭富城 他就算多忙都好 他都有做運動 保持著自己的體魄 但是你會看到羅家良 即是你拿羅家良給 羅家良今年大郭富城兩年 但你看到他殘得媽媽都不能 為什麼那麼殘 就是因為羅家良 有些不太健康的事好 就是什麼 他喜歡吃煙喝酒 還要是吃得很厲害 喝得很狠的那些 即他不喝酒 是過不了日子的那些 所以你看到今時今日 60歲的羅家良 那個樣子殘得媽媽都不見 這個是事實 殘是得而且確的事 即你有時見阿羅家 他走出來做戲的人 是破壞的 即觀眾見到都覺得 喂怎樣啊 羅家良為什麼搞成這樣 但是你看回郭富城 他繼續都是那麼英俊 這個是要值得讚 而更重要的就是 在這個時間 阿小美對郭富城的照顧 當然是100分 對郭富城的家庭的照顧 都是100分 你知不知道郭富城兩個女兒 是叫阿小美做什麼 姑媽的 那為什麼會叫阿小美做姑媽 因為郭富城和阿小美的關係 就好像兩者大一樣 即大家的關係根本是親人一樣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有傳媒就說 阿小美生氣她老婆 我不相信這件事 因為小美對郭富城的老婆 是很好 好到我們韓國人大家都知道 是什麼一回事 但是可能有一些傳媒 她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 要視乎將她們的關係寫得那麼差 真的 阿小美基本上 小文去了哪裡 小文 小美基本上是什麼 我覺得那些記者可能就是 就是新入行 就沒有你這些 九一派的傳媒人 那麼熟 郭富城他們的運作 就是她和小美的關係 因為我也見過郭富城 小美去活動 就是有時候 比如去那些 關於小朋友的活動 比如尖沙咀的商場 那些活動 那都 剛才聽不聽得完 聽不完 讓我講完這段 你再重複 那譬如去尖沙咀的商場 那些活動 那些屬於有小朋友的活動 那方媛也帶了兩個小朋友去 那我看到小美也是幫忙打點的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的關係是很好的 其實就不是你們所 就是一般人想 小美當然是暗戀郭富城 然後郭富城 結婚當然是不值得老婆 就是不是這些 剛才你聽到哪裡斷了 我已經說了 突然沒有了一個畫面 聽到我已經不記得了 哈哈哈哈 我在說 郭富城兩個女兒 是叫小美做姑媽的 是 又來了 那 那 基本上郭富城和小美的關係 就是兩者弟 根本是沒有可能分開 還有小美的確 是掌握了郭富城一些財政大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兩個是公司的合夥人 那些人 聽到 聽到 繼續 沒有 突然有斷線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 我想說的是 財政大權 小美有了郭富城的財政控制權 原因不是他們有什麼內人尋味的關係 而是郭富城對小美的信任是100% 因為過去的時間小美的確是幫郭富城在理財方面 他們做得很好 他們的關係不只是工作的夥伴 還要是親人一樣的關係 但是親人的關係不一定是夫妻 大家都知道郭富城的老婆是誰 我就不明白為何有些傳媒寫到 小美和郭富城有什麼特別關係 不要亂寫 不是那樣東西你不要說 我想說小美和郭富城這麼親口的關係 我們很多傳媒都知道 現在寫的傳媒我相信她不知道 沒錯 下一單我想說保錡 保錡被人編屍 為什麼呢 因為保錡去新城 新城的勁爆頒獎勵在記錶上面 看到有些個性 歌聲方面當然都有大台的歌聲 也都有Viu那邊的歌聲 看到有保錡 保錡原來主動找Gigi 有些網友都說 我不知道是誰Gigi 她是梁詠祺 以為你說梁詠祺 在說閻明熙 找閻明熙合照 還寫了一張照片 就說是新一代超班女歌手 說她也挺誇張的 說到 又說Gigi很開心 看到她說是她的粉絲 然後說經常在YouTube上 聽她的歌重播再重播 說她今天很開心可以合照 又說追星小保錡上線 然後又說自己是跟Gigi 同一間學校學唱歌 也有聽中油尾、尖天文的歌曲 有些網民很正面的 就說你兩台的歌手互動交流是好事 但是另外一班人就編詩、保錡 就說真的很難看 然後也有些網友 就找回兩年前 經常有個鬼婆出現 鬼婆什麼事 繼續 就說兩年前 你明明傳媒問過你 怎樣看《造星》 不是不是《造星》 《星夢》 比賽的得獎者 Gigi他們 然後當時保錡聽到 記者這樣問的時候 就說是誰 而我不知道Gigi是誰 她沒有這麼說 不過她就說 我只知道Gigi姐是王淑儀而已 那些網民就說 你那時候這麼囂張 現在又說做人家小粉絲 然後保錡就說 我記得之前真的有暗不識泰山 有一天YouTube推薦了她的歌給我 聽她唱歌 所以之前真的沒有留意 抱歉 但是我也想跟她解釋 因為如果兩年前 那些人問她 這個星夢 Gigi 她可能真的不認識她 如果兩年前你沒有看這個比賽就不知道 我們也是近半年 一年才認識這個女生 才留意這個女生 是嗎 嗯 沒錯 就是無可否認 那 嚴明熙 她出道兩年 是真的用火速爆紅四的字形容 是沒有說錯的 那當時 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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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錡 不知道 有這個人 我覺得是 很 很正常 因為當時 嚴明熙真是直直無名的 只是知道 他們有個比賽 就有個小女生跑了出來 還有當時 嚴明熙都沒有那麼紅 是之後 沒錯 她還在唱人家的歌兩年前而已 不懂就不懂 那些人咬著保錡不放 我又覺得是拿來搞的 那麼 這個世界 每一個人 都不會認識所有東西的 大家都在 自己各自的軌跡 各自的生命上都去進化 即是你 今天不懂不等於 明天不懂 後天不懂 今天懂了 就重新認識 她自己都說 以前不知道 不知道 那 我也不知道 甚至乎我對 吳明熙 吳明熙 神經病的 即是對於 吳明熙 我都曾經有過一些的誤解 但是 跟她 即是觀察過這個人之下 發覺 原來這個小女兒 是都很有禮貌 即是很謙卑地去唱歌 她是不麻煞的 這件事我覺得已經 已經足夠讓我對這個人改觀了 即是我自己 我會這樣看 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 哪些東西都是很便宜 如果我們能夠重新認識每一個人 都不是一件壞事 是的 好 嗯 我會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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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子桥的IG的联络 不见有TVB Music Group 也没有无线相关的联络人 写在简介里 所以就估计他会不会是要离巢呢 但是在TVB Music Group的官方网站 仍然看到谷子桥的名字 你觉得他是否被人发放边疆 回来了 现在再听到刚才又断了 关于谷子桥的命运 其实大家都知道余永山和她老公 离开了TVB之后 她就已经是这样打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时她正正就是余永山的外长 一朝天子一朝神 你老板走了 那当然立刻放你进冰箱 让你享受一下 所以现在谷子桥 他接近和TVB圆弱了 老实说TVB 这些不签的艺人已经越来越多 那谷子桥当然不能留下 那我知道她接近就应该是会自己组织 这些不签了 又不见了 当一只咬一声的时候 就施展了这个魔法 令到小文断了线 究竟小文去了哪 好 她说到余永山和谷子桥 我觉得现在都好 不用斗了 和吴若希继续 是的 现在TVB 大家都知道 冰临城下 冰荒马乱 她慢慢慢慢 就会斩一些不常用的艺人和歌手 斩斩斩斩斩 所以谷子桥都断了脚 是不是被人斩斩斩 不是 她自己不小心跌倒 骨折 pose了一张照片 包着一只脚 坐 这个应该不是轮椅 她也应该走到路 应该单脚和脚走到 你继续 没有 那大家会对于TVB的艺人 买少见少 但如果再断斩 那你就直接结束了 好了 好惨 我想说一下周星馳 她又有IG 又有这个搞作 她真的 很活躍 她就说 因为失色逢这个 Hallowee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扮鬼扮马 是 会运夜 会运夜杯 她就说 我一向都对令议事件很感兴趣 所以承议邀请各位 用Wheels 即是那些短片 和我分享超自然现象的所见所闻 为万圣节真添气氛 想参加朋友 就要留意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去表达各校的令议公司 不管是将过程还原 还是以故事的形式 都能够参选 最精彩的内容 可以赢得 回运夜杯 这次不知道这个蔡司贝 会不会立刻 举生报名 参加 这样 但我呢 我觉得小城市很惨 那些轮盆盆盆吃老板 不知道她发生什么事 真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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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些噪音完結了一段時間 然後又要再想辦法 又要再炒烈它 我真的像這樣 明白了 但是相對也很吸引 因為他說可能是第一屆 也可能是最後一屆 這個杯子可能只有一個而已 很有紀念性的 可能將來可以炒得起這個杯子 其實我也可以去參加 哈哈哈哈 講你的靈異故事 好啊 今天我們的節目就來到這裡 無論有沒有課金也好 多謝各位的支持 明晚再見 好 明晚見 拜拜 輝 疯 e會 明晚見 感谢观看